大家好,我是阿列,歡迎收看《獨自去吃麵》 今次來到這間,Hotate Yipo,Hotate Bioli 而這間店真是厲害,都是行完全記帳制 所以都是需要過來才寫名,到時到後再回來排隊 而這間店是有分成午餐和晚市 我今次就是選擇了平日的晚市 它寫就說下五步的記帳時間是4點開始 但通常都是有早沒遲 我今次來到的時候就是3.8個字左右 可以看到人已經在排隊寫名 而我今次是選擇了晚上7點半的時間 這間TOKYO STYLE NUDO,Hotate Yipo 在Tabea Logo的分數是3.89 而這間店是2022年12月才開店 之後立即入選了2023年的那名百名店 所以也有觀眾留言告訴我 這間店都是2023年的超新星 而這間店的地理位置是非常方便 搭到秋葉原站,之後在超和通出口走4分鐘就到了 那就看看這間店的自動照片機 而這間店主打就是昆布水尖麵 所以店主就會推薦第一次來試的人試這一款 口味就有黑和白,黑就是醬油 我今次會直接供頂,而我想試鹽口味 所以就會選擇特製白 我看過了,特製版就是包了所有配料 所以只需要配面大勝就OK 原本我是想點了飯,但飯都沒有了 如果是想試這間店的拉麵的話 就需要在寫名的時候說定 這間店全部都是這裡的巴桌位 而座位的格局大概就是差不多 而桌面上那個盤就是瘋死了 整個空間當然是非常之闊 這張桌也很夠深 而桌面上就有一顆色仔的東西 就可以用這顆色去告訴店主 你是吃過嗎?需要說明嗎?還是不需要說明? 由於我今次是第一次來 所以就選了這個 第一次吃昆布水尖麵 所以需要店主的說明 而店主的說明只會跟這張主的說明 所以如果是懂日文的話 就不需要它說明 可以自己看字就可以了 而這個吃法的說明 最厲害就是有英文和中文的翻譯 但也不止 還有廣東話版本的翻譯 這點真的非常之好 所以要多謝各位翻譯的人士 接著我點的東西就送齊了 先看一下這一碟尖麵 整個擺盤賣相是非常之靚仔 好有光澤 可以看到很多配料 會有叉燒、凡臘貝、筍之類 之後這一碗就是尖汁 而右上方就是吃尖麵的調味料 和凡臘貝貼身 之後第一步就是先吃這一塊 凡臘貝貼身 可以看到是大大塊 非常之厚 而吃下去的感覺就是 凡臘貝的鮮味非常之夠 而調味的感覺像是麻醬那類 吃下去味道是多開胃 而且質感都是相當之軟 所以步驟1這個可以說是開胃菜的凡臘貝刺身 非常之不錯 而步驟2就是這樣吃麵 所以先夾這一款來看看 可以看到 又是一款超高黏度的昆布水 可以看到是起泡 而這間店鋪的麵條是用了調味料 可以看到表面上的感覺非常之明顯 而且也是挺粗的 感覺上就像是平打麵 接著就試一下筆這款昆布水來看看 這一款會比摘田比較容易筆一點 因為摘田昆布水的量很少 剛剛包著麵 但是這一款就有特 這裡就可以清楚看到又是這個形態 接著我們試一下吃這一款麵 一吃下去那個感覺就是 嘩好滑 吸下去那個感覺是非常之順 咬下去那個感覺是非常之好 煙煙韌韌的但又不會硬 而味道方面就是麥味很夠 而昆布水的鮮味也是在這裡 不過就這樣吃麵的話 都是以麵條的麥味為主 之後就是step 3 加這一款肩鹽 而這款鹽應該就是肩魚粉混鹽 而吃下去的味道的變化就是這一款肩鹽可以提鮮 將昆布水的味道帶出來 而這款肩鹽其實肩魚的味道不重 不過鹽的鹹味比較重 不過提鮮的效果也是相當之好 好吃 之後再加芥末下去試一下 而吃下去的感覺是蠻不錯的 因為整個味道會辣辣的 我覺得蠻清新的 在試完加芥末和芥末之後 就要沾湯吃 不過在沾下去之前 就先把這款蠻汁看看 裡面有很多材料 有凡辣貝兩隻 雞肉丸和雲吞 而我點的是鹽口味的蠻汁 但這款感覺上挺深色的 是啡啡的有點像醬油湯 而看上去的感覺油量也不少 而這款蠻汁也是比較稀的一類 然後我就在不吃麵的情況之下 先試這款蠻汁 我最喜歡它的反應就是 嘩,好鮮 是那些海味的鮮味很夠 故然這款蠻汁是有點凡辣貝的味道 但應該就不止那麼少 因為感覺有點像雞的底湯 之後還會有煮光的味道 所以味道是很豐富 之後我就把麵沾下去吃 那我就不沾光 沾八九成左右 因為這款蠻汁只要喝兩三口的話 味道也是偏鹹一點 所以就先試一下不沾光 在不沾光的情況之下吃的話 我認為那個味道不算很夠 但是味道上的層次感就會多些 會先試到麵條和昆布水的味道 但是這樣吃的話 感覺上一體感不是很夠 味道的分離感太明顯了 我覺得麵條本身有昆布水在面上 變相那個掛湯量力沒有那麼強 所以吃下去味道上的比例就是 麵條和昆布水5 沾汁都是5 但是先後雪色太明顯我就不太喜歡 所以我之後就立刻夾多一珠 浸泡下去吃 浸泡下去吃我覺得還夠味很多 我認為 就會宣示到尖汁的味道 之後再會滲出麵條的小麥味和昆布水的味道 而昆布水的味道都是被那款尖汁強化了 但是昆布水又可以幫這款尖汁的鮮味提升 整件事配合出來的效果是理想的 我真的 味道上的層次感夠豐富 而且那個鮮味真的很夠 所以我認為麵條和湯甲出來的效果都是好的 之後看看叉燒的部分 嘩這塊超大塊 應該就是豬肩肉 而那個做法應該都是慢煮 而且這塊是完全沒有薄的感覺 所以賣相是挺吸引的 不過表面上就沒有什麼明顯效果的痕跡 然後我就試試吃了 第一次咬下去的感覺就是 嘩很大塊 要分開兩口吃才行 而咬下去的質感也是軟 不過是有份肉的咬口 所以都是需要用力去咬 而肉味我認為都是夠的 不過都是有點輕的感覺 感覺上就是豬肉味和湯的味道有一半半 我覺得是挺好吃的 所以我認為豬肩肉的部分是好吃的 而且有兩大塊 正啊 之後看看雞胸的部分 這一塊雞胸都是不薄的 不過是比較細快一點 而做得像是慢煮 不過底面都是沒有什麼明顯效果的痕跡 而雞胸就有三塊 而我在畫面吃的這一塊比較硬一點 有點難咬我覺得 不過肉味也是有在 但就不算濃 感覺上是沒有什麼調味 所以我認為雞胸就只是屬於合格線以上 而我認為尖汁裡面這一款粉辣貝是好吃的 首先就是咬下去不硬 然後就是粉辣貝味都很夠 我覺得 所以這一款是好吃 而且還有兩顆 之後看看這一款 鶏肉圓 咬下去的口感挺好的 我覺得它又不硬 但又可以保留分肉的質感在這裡 所以我認為這一顆雞肉圓是不錯 之後就看看雲吞的部分 感覺上是有點像鳳味的爆發 不過都是皮多餡少 而餡的部分應該就是豬肉餡 不過我認為肉味只是屬於足夠 不算非常香 而且咬下去得緊不大 而這一款雲吞 剩在皮多餡少 就可以掛多點沾湯 但是單純這款雲吞的話 我認為只是屬於不錯的水平 之後就看看這一顆用火槍彈角的凡臘貝 感覺上是比最初吃的薄薄一點 不過這一款吃下去的感覺也是好吃的 很夠軟 還有燒過的香味在這裡 再加上凡臘貝的鮮味也是足夠 然後看看筍的部分 這些筍在夾的時候 咦?全部都是幼筍來的 雖然筍的紋理都是清晰 不過感覺上是很淺 但是我吃下去的感覺就是這些筍很爽脆 而且筍味也是挺足夠的 所以筍是意外地好吃的 不錯不錯 最後看看這一隻昆布蛋 應該就是用昆布高湯去醃 所以表面上是沒有什麼顏色的 而表面上算光滑 粒陷位有少許 但是不明顯 而吃下去的蛋白是很有昆布味 沒有騙人這個東西真的 而蛋黃的狀態都是理想的 不過吃下去就沒有我想像中那麼濃味 不過我認為都是好吃 如果我下次再來就會考慮多一隻 最後當然要試這間店舖的Supu Wari 每個月都不同 而這款四月份的湯 就是用了厚切吞拿、魚乾、瓶子和煮乾去做出來 然後以一個焙茶的方式去展現出來 而下去的感覺真的有點焙茶的感覺 但是它是煮乾的味道 所以我當時有點疑惑 立刻倒了一瓶來喝 味道雖然很清淡 但是魚乾的味道是在這裡的 最初就是加淡一點試一試 感覺上就是味道有點鹹 所以之後我就把整個湯加進去 加完之後那個色水明顯淡了很多 沒有那麼啡的可以看到是 而喝下去的感覺是很棒的 變成了一款焙茶的湯 而且那個煮乾的味道都出來了 之後中間再會滲到一些煩辣貝的味道出來 所以我會說這間店的加湯是出色的 它給你淨一兩口 之後加進去和它沾拌均勻之後 整個味道就剛剛好 那我就在出片的時候 打算來一次試真點 當日就是7月15日 日本的公眾假期來的 原本我喝一隻歐洲咖啡杯決賽很晚 就通宵 之後直到來排隊 不過我常常睡覺沒有看 但是鬧鐘都是照響 所以過來排隊 最初看到門口沒什麼人 誰知道轉了彎才發現不對路 師傅我早上8時10分到 排得很誇張 轉完彎之後越走越有 它的機場時間是10時開始 我8時10分來 都已經排到這樣 而且是日本人佔大多數 我是沒有什麼聽到外國的語言 而這條龍有多少人呢 不是我統計的 就是排在我後面兩個食客的人統計過 在他之前就有58個人 所以我應該就是排第五十六五十七 而8時10分多只可以排到這麼後 而這間店平日就是分開五市晚市這樣排 但是星期六日和公假的話 就是一次過寫完五市晚市 之後8時半左右 就有個員工出來數人數 之後數到過來我前面這一個人的時候 就說沒有位了 就看看前面的人氣不氣位 氣位的話就可以撿死雞 我是立刻心想8時10分多只可以撿死雞 搞錯了 而我前面的人就馬上離開了 那我就排在這裡等下情況 結果我前面的兩個人原本是想寫四個位 但是他們最後兩個人寫兩個位 所以就有兩個不同時間的空隙出來 讓我撿死雞 但是這次其實我是生氣的 8時10分都跟我撿死雞 還有一個代表可以寫四個位 我認為有些是 好聽一點就可以說是給一些機會的人做孝子 自己早點來排之後帶家人來吃也可以 但是早點親身到部來排的人就會很不公平 所以我是不喜歡的 如果第二次來的時候加了這間店的限定 就會多了一款尖汁 老闆就說這款是煮乾尖汁 煮乾味是很香的 但我認為不特別 變成沒有這間店的特色 所以這款限定尖汁我認為可以不行 之後限定還有這款是顯醬的東西 他就說最好吃都是就這樣吃 但就這樣吃的是偏鹹少了 不過我就OK的 但我認為送的比較適合 而我這次是點到這款煩臘杯昆布田煮飯 表面上就有四顆煩臘杯 之後還有一些昆布田煮在面上 之後再拔下去就發現昆布田煮很多 這些昆布田煮的下面是否有汁水在 而這款昆布田煮我會說是很好吃 因為真的好香好惹味 配白飯是非常之好吃 再加上煩臘杯也是很夠味 配飯也是非常之好 加得過我認為 而這間店鋪在煎汁用的湯也會轉的 7月份就是一款由兩款煮汁做出來的湯 喝下去的味道雖然清淡 但是很香 我立即跟店主說 哇!很香喔! 他就跟我說是用那些烤鍋煮汁做出來 所以就會有這種香味在這裡 我就用了剛剛那一款湯 吸氣了這款鹽尖汁 之後再加入飯裡面 吃下去的感覺就是 哇!很鮮呀!這個味道真的 那個煩臘杯的味道很香 然後還有一些煮汁的味道 所以配飯也是一流 整體來說 我認為這一款昆布水沾面是好吃的 這一碟裡面的昆布水和麵都是出色 而且沾汁都是出色 加上兩種配合出來的效果都是好 至於配料方面 我認為平均就是中上水平 不算非常上級 但對我來說 這一款昆布水沾面 我認為其實就不算很驚艷 因為我是吃過摘田 同樣都是昆布水沾面 所以如果單論昆布水沾面是比較的話 我認為真的只差很少 甚至乎可能日和贏的地方 就是昆布水的量會比較多 不過日和這一款鹽尖竹也是出色 以及以煩臘杯為主肉做的尖竹是比較少 而且日和的配料都是相當多種類 但是除了煩臘杯之外 我認為都是不夠蒸 還有肉雲吞的話 摘田那一款最少高一個級別 而我認為這間日和值得去的原因 就是因為沾面裡面 以煩臘杯來做主題是很少見 而且它真的就得好吃 而且這一間店用餐的體驗豐富很多 再加上每一個部分都是很細緻 所以這一間店是有它獨特的地方 但由於這一間店鋪或秋月園地點方便 令到排隊競爭越來越激烈 所以這一間店鋪我認為 如果你有決心 肯預期時間給它的話 就來排一下碰一下運氣 寫到名字的話 就可以在附近逛街 這條影片真的用心用力實測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點留言 多點分享 多點讚 還有後台可以看到有六成的人看片沒有訂閱 所以未訂閱的話 就麻煩按訂閱鍵 再按鈴鐺就更加好 而且也非常歡迎大家用SuperTrack 或是PlayMe去贊助 這次的介紹就這麼多 多謝收看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